葵冲村继续有新增降案 有大厦出现第一宗确诊 也有大厦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当局说日葵楼确诊降案已经慢慢回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说 日葵楼、影葵楼和下葵楼 无需延长居家隔离 日葵楼明早可以解放 葵冲村新增38人染疫 累积计增加去到372人 居家隔离将近7天的日葵楼 当局说虽然新增22人染疫 大部分来自检疫中心 生增验疫单位是6个 影葵楼多10个人 合共多3个单位出现个案 下葵楼就无生增个案 其他的雅葵楼多3宗 晓葵楼、春葵楼各生增1宗 原本无个案的秋葵楼就多了1宗 当局说相信葵冲村的感染高峰已过 尤其是爆发源头的日葵楼 我们看到逐渐回落至现在是一个单位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原点的爆发 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中心在记者会说 要再视乎日葵楼今晚的检测结果 决定是否预期明天完成隔离 不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Iman说 日葵楼、影葵楼和下葵楼都无需延长隔离 当中日葵楼活罪先在明早做解封 但他们其后仍然需要接受多次的病毒检测 来对确保安全 由于为了他们不需要那么多不便 这多次的病毒检测 部分是会用胸后退疫军来做 除非突然间又有一个爆发 应该就不会 但真的很难说 因为这个Omicron的病毒非常狡猾 除非有突变 有突然的变化 否则影葵楼的做法 是跟日葵楼一样的 不过雅葵楼和鄰近的葵福院安葵角 怀而出现垂直传播 雅葵楼最新有三个零九室单位都有人确诊 至于安葵角就三个有人感染的单位 其中两个都属于零八室 无线电视记者来齐新报道 本港去年一共录得64000宗罪案 较前年升大约2% 不过多项罪案都录得跌幅 劫案和爆市案更加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 去年64000多宗罪案 大约一成半是暴力罪案 两项数字都比起前年升大约2% 诈骗案亦都增加3000多宗 其中缓交、网上情愿、投资和求职变案 录得八成去到三倍半的升幅 非例案亦都有一千宗 升近五成 消及严重毒品罪行的案件升三成六 检获的各类毒品亦都增加 其中亡我类和陆安酮 分别升近十倍和六倍 不过中火 刑事毁坏 伤人等的罪行有减少 劫案和爆洩案跌幅最明显 中数是有纪录以来最少 国安处久年拘捕160人 其中超过100人被检控 国安已先设立14个月以来 收到23万条信息 有案件亦都因此成功证破 香港国安法在有效执行下 我们看到社会是慢慢恢复一个秩序 暴力的行为亦都比起之前黑暴时间 是大幅地下降 一些煽动违法的行为亦都减少了 而这些鼓吹违法所谓的港独的口号 亦都几乎是绝职的 我们见到社会回复正轨 正本清原 警方去年以煽动罪 拘捕立场新闻多个高层 立场新闻和众新闻 亦都先后宣布停运 警方强调没有针对某个行业或机构 新闻自由亦都受到《基本法》保障 前提是不可以鼓吹激发违法 他们停运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不是因为他批评政府 然后他就说我们杀鸡警候 然后又说我们侵犯言论自由 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晰 是有一些传媒人曾经出来说过 就是说现在的媒体是被捲入一个政治巨浪 首先我想问问这个巨浪究竟是谁在轻波作浪 至少很多相关的人都可以坐在船上 但是很多年轻人无辜在海里游游一下水 就被你捲入了这个巨浪 另外去年一共有37个警员 涉及刑事罪行被捕 比起前年少8个人 胡思念志记者 刘俊玉不得 港铁公布去年列车脱门事故调查报告 说轨道旁边一个广告牌 撥门面板向外谈 被埋站的列车撞倒 导致车门脱落 去年12月挨曼繁忙时间 港铁一跌往坚尼地城方向的列车 驶入铜锣湾站的时候 第一节车卡车门脱落 港岛线来往湾仔站和侧鱼冲站服务一度暂停 调查委员会发现出示列车的前一班车 车身有轻微刮痕 推断在离开月台的时候 广告活门面板已经向外谈 之后涉事的列车到站 车门和面板相撞导致脱门 报告说事发的时候 面板的删锁和党快失效 建议加强更换广告程序和培训人员 港铁除了永久移除8块同款广告牌 也预计在年底前 为其他300块广告牌的面板 加上额外的上锁状态显示 以及要它监察感应装置 撤离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几小时 这里的居民收拾了物件之后 就会落到这里的流动帐篷 他们登记完资料之后 就会安排上去旅游巴 较早的时候已经有两架旅游巴 但载住大约60人的居民已经离开了 现场消息说他们会送到 去关塘帝胜酒店那里检疫 这里继续停泊了十几家 由卫生署安排的中营和大营旅游巴 稍后就会陆续将 静低需要撤离的居民送去检疫 至于其他不需要撤离的居民 相信会在今晚稍后的时间 会落楼再接受多一次的彩影检查 葵福院的安葵角 我们同样在这座大厦 透过强检发现有两宗个案 都是同一个座向的 都是零八座向 第一宗个案是住在十楼单位的一名住客 他是早些发病的 他在1月24日已经出现病症 在前一天1月23日 那个检测是呈阳性的 他安排了入院 我们在今天就确诊了另一名的住户 就刚刚住在他楼上的 这位住户就没有症状 但是在1月25日的强检是呈阳性的 我们试察过两个单位 发现喉管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在楼下单位的住户 因为在露台那里 他会用一块胶板封了露台的窗 也会开抽气线或者抽热烟机 有机会可能这些大病毒的空气 如果个案在厨房或者浴室逗留的时候 开了抽气线 将那些大病毒的空气带出室内 因为那些空气是暖的 升了上上面的时候 楼上的单位的住户 如果打开了窗的时候 就有机会受到感染 因为这件事我们就建议 在11楼楼上的三层的单位的住户 我们认为他们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一座大厦里面 08座向的单位 12楼、13楼和14楼的住户 我们都是安排他们入住检的中心接受隔离 引进这个叫疫苗通行症 不等于不等于强逼人打针 不过会令到不打针的人 是少了一些选择 是有很明显分别的 我记得有人都说过 如果人是要有一个选择 你都要接受有一个后果 The consequence follows the choice 所以如果你选择 你不是因为医疗理由 你是选择在这样的疫情之下 为了公众的利益你不打针 那你就要接受一些后果 就是你有很多地方去不了 这个与我们强制的用法例 逼人家去打针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的 是在1月22日做了一个维封行动 当时是找到有几个个案 但是当时我们看到那些个案 都是散发性的 以及分布在不同楼层不同的座向 估计可能都是有居民感染的途径 都是一些环境污染的 跟着之后这座大厦所有居民 都是接受一个强檢 在1月25日透过强檢拿的样本 有三名的住户都是呈阳性的 他们住的单位的座向是同一个座向 是09的座向 包括在16楼、19楼和27楼单位的三名住客 我们都怀疑是一个垂直传播的情况 今天特地联同了相关的部门同事 来到这里做一个 就是在亚葵楼那里做个视察 我们发现就是最先发病的那两位个案 就是住在1609和1909 两位个案都是在1月25日的时候出现病症 2709那位住户就是较后的 在1月26日的时候出现病症 那我们视察完三个单位之后 发觉在1209和2709的单位 都那些喉管是有些改动的 那令到那个U型隔壁是没有了 那有机会就是透过这些分渠里面 如果有住户 或者是尤其是可能是 就是楼下单位的住户 它是排放了一些的大病毒的污水 或者是一些粪便落过粪渠 或者污水渠的时候 有机会是透过一个渠管的传播 就是在楼上的单位 因为没有了U型隔壁的关系 是进入到那个单位的 那我们也都问过 楼上的单位 他们有时候可能都会关了窗 开了抽气扇 那变了在室内造成一个负压 将一些大病毒的空气是 就是带了入屋里面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审慎起见 决定将在雅葵楼 09座向的所有单位的住户 都安排接受检疫 入住检疫中心